穿着短袖上衣的平头男子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不断求情 对方依旧不为所动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要下跪求饶 时间到回半小时前 男子锁定店家后 利用破坏工具敲开门锁入内 先是在收银柜台东翻西照 不满足又往厨房寻找值钱的东西 偷了半小时后 拿着装满钱的盒子准备离开 没想到却被老板逮个正着 吓得他立刻下跪 我就跟他讲 你要跑去哪里啊 他就当场就跪下来了 就求我说看能不能原谅他放过他 嫌犯跪地哀求希望老板放了他 就连警察到场 还假装自己是店家好友 我到的时候他还在里面 大概待了大概三到五分钟左右 我还在外面等他出来 因为毕竟我不晓得里面到底有几个人在里面 新北市板桥这间居酒屋 遭这名窃贼给盯上 当天得手一万八千元 警方一查他还市民窃到通气犯 加上这次刑窃需入肩服刑三年八个月 或许是命中注定 老板表示因为当天店内有人东西不见 刚好回调监视器就看到这名男子在刑窃 立刻报警当场逮人 就怕再被偷 老板特地加装保全系统 不让小偷有机可乘 记者陈一勋黄玉涵新北报道